亲爱的莲 我刚刚发出那封信之后 我就后悔了 她后悔了 我痛骂自己是个混蛋 王八蛋 不是男人 一个胖子 莲啊 我虽然买不起 你要的车和房 可是请你给我点时间 我一定会兑现 我对你的承诺 我爱你 我离不开你 请原谅我 我们和好吧 其实这个人 挺够意思的 而且他是个懂情义的人 谁知道他这次说的 是真的是假的 大姐 不是 莲啊 不是那个 这个女的 我比你长几岁 有些话 我想替我们男爷们说说 现在有的这小姑娘结婚 把狮子大开口 吓走了多少年轻 有为的小青年啊 大哥 我提的条件那较高吗 你看看人家 现在小女孩结婚 开口就是一二三四 一二三四 啥一二三四 一栋房子两台车 两台车 单双号啊 三四呢 三百万存款存名下 四回整容 整四回容 长哪儿啊都 一拉双眼皮 二电高鼻梁 三整肩下吧 怪不得电视剧女演员 那么多奸家吧 四呢 四 这我不方便告诉你 明白了 那你都要啥条件呢 我就要两个四 俩一二三四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是想要 有一个四十平米的房子就行 一台有四个轮子的车就行 大哥 我这条件算高吗 那那真不高 哎 你既然这李顺鸣都赔礼道歉了 你就给他回个信呗 我打给他回信啊 哎呀 男人是要鼓励 反正对方付款呗 行 好 嗯 来擦开眼泪 哎 来 开始 明 我相信你对我的承诺 我要告诉你 我爱你 我是真的真的很爱你 完了 太好了 我跟你说 你俩肯定会幸福的 真的 哎呀 凭什么 谈四十八次恋爱的经验 我告诉你 你俩一定会好 真的吗 我要骗你 我是你孙子 行 谢谢大哥 祝你生日快乐 嗯 大哥再见 好 好 哎呀 真好 看下一分啊 一栋二门三号 这是干啥呀 这李春鸣啊 不行 这姑娘受不了 要么我先拆开看看吧 亲爱的莲 亲爱的莲 又来了 亲爱的莲 我还是觉得 我满足不了你的要求 当不了真男人 咱们还是别在一起了 分手吧 祝你幸福 妈呀 她又变了 哎呀 大哥 你怎么还没走呢 奶奶 我是你孙子 他又来信了 他说不跟你好了 大哥 你别忙活了 我跟你走 我家里还有一个 不是你想的那样 我就是想让你跟我一起去他那儿 我当着你的面 我跟他表个态 大哥 你坐 你看我这样说行不行 明 我爱你 我离不开你 我只要跟你在一起 我什么条件都不提了 我相信凭着我们俩的双手 一定能创造美好的明天 创造幸福的未来 我好感动 好长时间没这么痛快了 大妹子 快递费我不要了 我陪你去 行 感动 郭导师 这个女生的快乐 谢谢 登陈 杀 杀 杀